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梅 先祝大家七夕节快乐呀 今天七夕我就不是万元户了 是这样子的 我爸妈之前一直在东莞那边打工嘛 但是最近很多工厂都淡季了 都不要人了 我爸妈又不识字 人家就不要他们了 前段时间他们就回老家去了 我妈今天早上打电话跟我说 他们打算下半年在家修复房子算了 还说他们打算慢慢自己弄 弄到过年应该也差不多了 因为家里面没有装修 很容易有那个灰尘 全部都是灰尘 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多少钱 没有钱请专业的人 所以他们决定自己弄 我家盖了两层楼 里里外外都没有装修 我爸说他打算自己装修 但是外面上瓷砖 他又不是专业的 而且很危险 特别是二楼 我叫他们请人 他们又说没有钱请 我爸那个人又倔 我妈又说不赢他 里面的话刮那些水泥啊 还有大白啊 那些他自己刮也可以的 就是外面上瓷砖 确实挺危险的 因为他不是专业的 他也不怎么会弄 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多少钱 而且我还在考驾照 学费我才交了一半 还有一半还没有交呢 上次你们不是也知道我有多少钱吗 我身上只能拿出五千块钱给他们了 因为我最近在考驾照也没有稳定的班上 自己身上也还是要留两三千的 先暂时给他们那么多吧 等我赚到多一点 然后再打给他们 今天早上我跟我妈通电话通了一个小时多 看到他们在家里面顶着太阳 还背那些沙子啊 背水泥啊 感觉挺内疚的 又不能帮到他们什么 好心疼他们呀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 也希望你们的家人平平安安 拜拜 拜拜